1,2,3,4 馬拉庚家庭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MY高清潭的時間 今天我們一樣 先講講上一集 猜猜一下的答案 上一集猜猜一下的地方 就是位於尤佛的玻璃興道廟 我們也有去過 這個興多廟真的超級厲害 因為金碧輝煌 因為它周圍有很多玻璃 做一個裝飾 所以互相拍照互相很漂亮 雖然裡面淫水非常大 但是進去的感覺 跟平時的印度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去到尤佛 一定要去參觀一下 我們今天想講一個 我相信跟每一位在大馬生活的朋友 都很識識相關的話題 但在香港是從來都不知道的 沒錯 這個才是神奇 所以我們叫做神奇的MyV 沒錯 MyV是什麼呢 可能香港的朋友 沒聽過都不太行 因為我們生活在香港這麼多年 都沒聽過MyV這個名字 沒錯 原來是一個很出名的 本地的本地的車品牌 車的品牌 Poloduo的一個系列的車 叫做MyV 為什麼我們說它是神奇的MyV呢 除了在香港我們完全沒聽過 但原來在這邊 是被稱為國民汽車之外 就是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 我們認識的MyV是怎樣的 不過首先我們先戴上頭盔 因為我和高媽媽都不是玩開車的人 所以我們可能有很多 汽車上的姿色我們是不懂的 但是我們對MyV呢 也都有一種我們的看法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 駕駛了很多年車 甚至乎是愛車 玩車之人來的 不妨留言多些 去教一下我們關於汽車上面的事 我想問一下高爸爸 你為什麼會認識MyV呢 我也想知道 第一次我聽MyV的名字 其實都是由朋友會聽回來的 因為可能他們知道我們來到馬來西亞 其實買車是必定需要的 租車當然是一個方法 我們每次都Grab 或者Show car 我們每天每天租車去駕駛 但是長遠來說 買車這個也是一定的選擇 然後一說買什麼車 第一個選擇告訴我 就是MyV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聽這個品牌 都是來到這裡 移居到這裡之後 就有朋友跟我說 就說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馬來西亞有出車的 都做得很大的 我說是嗎 因為在香港 駕駛日本車 歐洲車 韓國車都有 真的沒有聽過馬來西亞有車 又是 想想在香港駕駛這麼多年 或者學了車這麼多年 都沒有聽過有馬來西亞品牌的車 在香港出售 是的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 是嗎 原來這裡有車出的 然後有朋友說 你留意一下 在馬路上面 你經常都會見到 然後開始因為駕駛 所以你就會看到 開始看 對 好像經常都有一個品牌 都是那個標誌 對 都是那個標誌 然後去了解一下 原來就是MyV 真的開始認識到這個品牌 和這個車款 對 我們就想想 原來賣V給我們的感覺 有以下幾個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 我們發現 它的市場佔有率 是非常之厲害的 對 如果大家有緊貼著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這個頻道 你會發現我們之前 是做過一個市場調查 嗯 有個投票 對 那我就統計一下 你有沒有駕駛過MyV呢 又不是問你有沒有 不是問你有沒有擁有 是問你有沒有駕駛過 總共有超過220位的網友 都去投票 而竟然是超過七成的朋友 是說他曾經有駕駛過 是驚人數字 我覺得 就是我們一個小小的調查 首先多謝網友一起參與 沒錯沒錯 互動很重要 我們都因此看到 原來市場佔有率 都真的很高 可能駕駛過的朋友 他未必真的擁有 那就是說可能他身邊 有朋友有這輛車 又或者可能是他 不同的原因他有駕駛過 好像我們那樣 可能租過車 都有機會駕駛過這輛車 沒錯 那真的很誇張 真的誇張 況且也可能有人 擁有不止一部買V 沒錯 這個也有網友提到 所以我覺得 市場佔有率 真的誇張得很厲害 這件事在香港 我相信哪一款品牌 是這麼強的佔有率 我真的想不到 有出名的車 或者牌子是有的 但是說到有七成的人 都駕駛過這款車的話 我真的第一次聽 沒錯沒錯 不過如果大家 香港來的朋友 你有機會在馬路上 你都可以到處觀察一下 只要你的車停下來 在馬路上 等紅綠燈 你看一下 左右 前後 總有一架 賣V在你身邊 沒錯 沒錯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馬來西亞的車 你最好不要買 因為他們都說 降水不好 這個字我經常聽 如果有網友 知道降水不好 其實是怎樣分的 告訴我們 因為通常他們都說 日本車就會好一點 歐洲車更加好 對 經常聽 本地品牌可能會差一點 但是我又想說另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見過很多的賣V 都是很脫皮脫骨的狀態 在路面走走 是 所以我覺得他們那個超耐用的 那個車身 整個車雖然你說 是否降水差一點 就是 俗聲就沒有那麼耐撞 但是其實 我看到很多的賣V 其實就是 狀元繼續走 那你說它是否叫耐撞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那可能它也是 我覺得內容跟它耐不耐撞 是兩樣東西的 那你內容 有些人可能 上一次我們都有分享過 就是 可能路比較爛 就是你又未必經常保養 那你可能真的任由它的外觀 就是 就是 有它吧 殘忍殘忍殘忍 也都不奇怪 我覺得是 但是我覺得真的無可否認 是內容的 因為都有 網友都跟我分享 就是 譬如 TEEZV8CC 他就說了 他家裡有兩架買V 是 第一架用了十二年 其實 都還是很好的 但是 就是 其實 純粹就是想有多一架 於是他又買多了一架 第一架 駕駛了十二年 是 很誇張 我沒想過那架車駕駛了十二年 其實還很好的 如果不是它駛駛 我覺得如果在香港會夾了 是 所以 我覺得 你說它是不是不耐用 真的很難說 第二位網友就是 KL Wong JB1021 就說 我的賣V是一四年買的 什麼一算 都十年了 差不多 15cc的版本 就發十年 性能和力水都很好 就是顏色夠了一些 還有一些刮花的痕跡 如果再拿去做一些翻身 就漂亮了 我身邊 都真的有本地的朋友 他的車都用了 我想 十幾年 接近二十年 因為 他是剛剛出來社會工作的時候買的 那架車 但他現在已經結婚生子 都還在使用那架車 其實 如果看到內隆 就知道 是有些歷史 因為始終你不跟年代 配置是不一樣的 沒錯 但是 很厲害 真的走路沒有東西 我覺得很佩服 一來就是 我覺得他應該保養車都不錯 二來就是 他真的還能走路 在香港 其實我很少聽到 有車開十幾年的 可能始終在香港 汽車是一種 叫做車廁品 沒錯 大家可能是拿來 怎麼說呢 不是一個必需品 可能是 夠了 夠了 當然是換了 就是等於你 有件西裝 殘了 你要見人 你就換個件 沒錯沒錯 但是這裡 因為是一個必需品 所以大家 真的會 鏡著用 或者是 如果有一點東西 弄一弄就算了 也會繼續開 所以我覺得 這條普遍的 有些車的連肢 都是比較長的 沒錯 沒錯 我想這也是顯出 買V制 有那種 長命的能力 對的 對的 我想長命的能力 除了他的性能 骨架 還有他的款 其實很多東西 都造就了 就是大家用了十幾年 不是屁股痕 都不會買第二部 都可以繼續用 我想這就是 其中我們覺得 這個MyV 這一個 的拉 這一個 的汽車 真的很神奇的地方 沒錯 沒錯 還有 一樣就是 那車可不可以駕駛 高媽媽 就試過駕駛 那你其實覺得怎樣 其實我覺得 是挺好駕駛的 因為 它的車比較小 那變成 其實駕駛下去的時候 首先就是 要拍位的那些 一定是很容易 是 大家都明白 在大馬生活的朋友 就知道 在這裏駕駛 都不是最難的東西 找位拍車才最難 是 特別是 這裡大車小車都很多 那 如果你 剛好拍車的時候 夾著有 旁邊兩輛是大車 如果比我們平時 駕駛的那輛是七人車 比較大 其實我是不會進去的 是 都不敢 駕駛買V就不同了 可以二話不說 一聲 就進去了 那你也要分手一下技術 是嗎 有練習的 OK 我駕駛了差不多兩年時間 我都要練習一下 拍車這些 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它的車仔細細 真的挺方便拍車 但其實坐進去 又不是真的覺得很舒服 也很舒服 OK的 不是加上 有時我們都會叫Grab 都會坐過不同的買V 不同年代的買V 是 我覺得整體來說 那個空間感都不錯 就是你看它 好像外面看好像很小 但是坐在裡面 又不覺得很迫結 即是連高巴巴比較高 其實坐下去也不覺得 為什麼頂著頭 我們有時很怕坐視 沒錯 因為我是很立即見效的 一來我比較高 坐在頭上 腳比較長 又會撞著前面 相對來說 賣V 原本我都會擔心 會不會很窄 我會縮起來 頭也會縮起來 但我又不是有那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 整體這輛車 那個車的來龍尺寸都不錯 沒錯沒錯 另外也有網友 就是Line M6BT 之前都分了很多樓 沒錯 他說他雖然自己沒有買V 但是駕駛過很多次 他就覺得上下車 應該上下車都很遷就手 然後找位置拍又最方便 短途的話 都是很適合的 我自己都覺得是 如果在城市裡面 例如走一下附近 或者去KL 我覺得其實都很適合 特別去KL 這麼多車 我覺得小駕駛是更加方便 沒錯 他說長途就有點辛苦 我自己也沒試過駕長途 所以我不知道 沒錯 他說比較輕一點 所以如果在高速公路 遇到一些大車的時候 可能就會遙一點 遙一點 所以上車的時候 就會有點食油 但是駕駛起來其實都很平穩 所以他說他覺得 他自己整體來說 都很正念 而且他說 建議大家 如果改消費者 如果要買 要去多些不同路面情況的 show room 試一下 試一下 嘗試一下 不同路段的表現 這就是獎知識 如果大家想入手買V 你可以試一下不同路面情況的 show room 試一下 我們還有其他關於買V 想和大家分享 但是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先聽聽大馬小知識 今天有說什麼 大馬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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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海拔1860米 亦都是亚洲第二大的赌场 而位于云顶高原的第一世界饭店 Thirst World Hotel 更加是世界上最多房的酒店 有多少间房? 原来是有超过6000间房 即是说如果你每日住一间 你要用17年的时间才可以住院 再看旁边的云天纜车 原来它是世界最快速 亦都是东南亚最长的纜车 来到马来西亚 一定要去云顶体验一下几个世界之序 妈妈你好聪明啊 那都知道的 好回来第二节的NY高清潭 刚才我们看到云顶 真的不说你不知道 原来全球最多房间的酒店 原来就在我们附近 对 而且我觉得云顶的感觉 不太大 我真的想不到 原来是有6000间房 如果大家再去云顶 除了去赌场之外 试试住一下 17年才能住完 每一天都住一间 有机会去云顶 我觉得 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除了有赌场之外 最重要的是气候 没错 又有赌场 没错 即是很热的时候 上去那里 肥小鼠 有时都挺舒服 好了 继续说一下MyV 另外一样 觉得MyV很神奇的 就是 它经济实惠 而且它的性价比 是超高 如何这么说呢 刚才高马马一开始的时候 就问我 第一次你在哪里 听到MyV这个名字 我记得 我这里的朋友 跟我说MyV的时候 他一定是加句 就是说 他的价钱 是便宜到你不相信 所以便宜到你不相信 的概念 就是和香港的比较 我马上想想一下 香港 平时我们想买一架 一手车 全新车 大概多少钱呢 姑妈妈你觉得 多少钱 即是我们在香港 就没有正式的 有一架车 没错 不过小极 都要十多万 港币 没错 我做过资料搜集 真的要的 如果是全新车 一手车 新车 差不多都要十万 至十一万 港币 港币 但是如果是说MyV 最入门的价钱 即它有分不同的档子 最入门的一款 叫做MyV的1.3LG版本 就是说 四万六千五百价 回到港币 大约是港币的七万八千元 七万八千元 是有一架全新的车 对 还有我觉得对于 刚刚去买车的人来说 通常第一架车 你都会 尤其是刚刚有车牌的人 你要买车的话 你未必会选一架很贵的车 除非很有名 除非很有名 而且我觉得你是很自信自己的驾驶技术 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 你刚刚开车的时候 总是会 看位置不太合 然后开花 撞粒 高梅妈妈这个想法 就是很实用主义的 但是有些人 就是硬件先缺 就是觉得 我不是一架好的 又怎样银得好呢 反过逻辑 你是银得好才买一架好 有些人买一架好就会银得好 所以其实 什么人都有 但怎样说也好 你都不会想到 七万八千元港元 香港人来说 会买一架新车 也是的 就算它是 譬如我们如果 将预算加大到港元十万元 其实就已经是 买到这个MyV的旗舰版 即是最高配置 即是你 说得出的功能 已经是 是的 没错 即是现在买的AV版本 都是那一架是 五万九千九百元 差不多是港元十万元 想想一下 刚才那一架港元十万元 是在香港买一架新车的 最低级 最经济实惠的 入门价钱 但是 卖V来说 已经是它最高配置 所以大家就明白 那个 就是 为什么那么多人 就想 屁屁痕 会买一架新车 是的 所以其实 我觉得 都跟这里的情况 是有些关系 我觉得 因为始终 在这里 车是比较必需的 我觉得 这个品牌 其实他都很明白 市场的需要 是 我也有听过很多人 就是 譬如 可能是父母 买一架车 给刚刚考到车牌的小朋友 就是他们的子女 都比较大 就是考到车牌 但是 好像我所说 你可能 如果买一架 BMW 有什么不同 你买给他们 你买的很贵的 但是 就要买V这个选项 除了二手车 二手车有时候 你又担心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隱疾 自己未必会 你又不想买 有隱疾的车给子女 你一定是想买一手车 买一手车 又很贵 但是我觉得 买V 刚刚好 就是给他们 刚刚考到车牌 或者刚刚辈入社会工作的人 但他需要车的人 我觉得 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选择这一款车 是 没错 而且 我觉得买V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就是 如果他最入门的一款 就很确桑 我也听到 很确桑 就是很空 什么都没有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配置 就是没有特别的功能 可能是 还是用90年代的铰匙 入铰匙开车 开车 都没有后置镜头 拍车的镜头 等等 全部都没有了 确桑 但是 如果就算去到 什么配置都有 都只是十万港元 所以 可以很入门 就算最旗艦的 价钱也不是非常昂贵 那些功能是多到 我们是不懂得用 不懂用 不敢用 可能已经是这样的状态 是最新的了 是的 没错 例如有些什么 例如是 自动跟车系统 提醒你在路的中间 即是不可以 不可以过 即是怕你 有时候睏眼睡 一旦车歪一歪 他那条线 即是过了旁边的银匙 然后又有这个 还有什么 即是如果是停车 还有前面又会响 即是感应到 有人走过又响 四边的sensor 你一转线 他又会 旁边又会闪灯 响一下 再说我们路下 因为很多我们真的不懂 要看算明书 没错没错 那我相信在座 可能很多的朋友 都在笑着我们 喂 其实你们两个懂不懂 事实上 真的我们很多都不知道 不过 我们知道 在MyV的AV版本 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功能 其实是最新的配置 那我就想 其实这个价钱 又买到一个最新配置 其实真的很划算 而且因为它的最新配置 即是说 可能是其他品牌的车 它可能是要一个再高一点的价钱 可能是上到十五六万 甚至二十万才有这个功能 但是呢 它又放在这一部 我们其实十万元就买到一个车 那可能呢 即是港币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咦 那也好啊 又可以试一下新的功能 没错 在其他品牌 都有机会 已经用过这些功能 但是 你应该不能够用这个价钱 去买到回来 没错没错 那最神奇最神奇的那样 就是 它的价钱不贵 而且是超保值 保值 这个真的是恐怖 我觉得 我用恐怖来形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网上 找到一篇报道 它就说 就是 卖V的二手价 即是你用了一段时间 你想卖出去 是超硬的 如何硬化 二手价 它说 在2018年的车 现在是可以卖到 五万一千四百价 即是说 即是四年 它只是贬值了 三千九百价 嗯 这个是2022年的报导 即是上年的报导 但是说四年 即是贬值了差不多四千价 是的 而且因为之前 我也有问过 一些卖车的代理 他们也跟我说 其实你如果还有保养的车 即是说五年内 即是你都叫做还有保养 那其实他说 可能差价只是几千元 即是几千价 顶正是一万价 真的很夸张 就是想一下 租车也不是这个价钱 嗯 嗯 没错 而且他很保值 你真的会觉得 是的 我其实买了之后 就算我四年后 我觉得不适合 即是想换个健身衣 其实你不用真的虧很多 你都可以卖出去 没错 而且二手市场是一直有需求 当然它可以叫到一个价位 就是因为市场有需求 供求关系 所以你叫高一点价位 都有人会买 也因为这样 这个卖V就变得很保值 但当然 它的保值能力 要视乎你的车 本身用到有多好 即是你保养它好不好 你真的利素多不多 有没有撞 或者做过什么大手术等等 这些都会有影响 但是说 如果你好好保养它 这辆车是可以当像 就是一件保值的金 那买到 那James Lim 9542 他说 他说 当它还有价值的时候 就立刻买它 我猜他可能在五年里便买 趁还有保养的时候 因为还有保养是再值钱一点 那他说 他就买回新车 就当是他的首期 这个也挺厉害的 是的 那你就可以不停换新车 所以这个概念 在香港应该比较少 第一 香港没有这么便宜的车 第二 就是香港的车 是不是真的这么保值 可能要视乎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Line 但是 MyV的存在 就是完全颠覆了 我一直在香港 对买新车的认知 嗯 没错 而且来到这里才认识到 原来在这里 都有本地生产的汽车 原来都很受国民的欢迎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但是 我觉得除了价钱之外 它本身的性能 而且它也很设计到 特别是MyV的这个模特 都是很适合 在城市里面去行走 就是通勤那些 我觉得都真的很适合 就是上班 没错 那当然 MyV是否适合你呢 你自己就去展示一下 那刚才也是我们 对MyV的一些看法和感受 如果你对MyV有什么经验 想和大家分享的话 即管留言给大家知道 若我们更加认识多些 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些牌子 那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下 嗯 没错 那最后 大家千万不要走 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 猜猜一下 没错 那今期我们猜些什么呢 大家看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一款是香港很有名的街头美食 它呀 色泽金黄 外脆内乱 而且非常香 广东人认为它可以和烧鸵比美 所以有毛皮烧鸵之称 你知不知道它是什么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快点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两天之后 我们就会在YouTube的贴文公布答案 同时也会公布 头五位答对这个题目的朋友 希望见到你的名字 加油 喜欢我们马来哥Family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 多谢各位